昨天大谷先发吞下本季首败 天使希望至少能够赢下个第三战 以免在主场连输两个谢谢赛 比赛最大的关键发生在四局上半 原本Griffin Kenning可以在止掉一分的情况之下顺利下装 一个五传三的play让太空人挑战成功 这下不止超前分回到本磊得分 而且半局还没有结束 完全打乱Kenning的投球节奏 最后四局都没投完 留下满垒的残垒被换了下场 接掌战局的Hercad也没有能够成功拆弹 让佩尼亚击出反方向的安打带有两分打点 太空人取得了5比2的领先 虽然从那之后天使的牛棚没有再失掉分数 但对面的Christian Havier也越投越好 如入无人之境 天使九局下半 大谷相平从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低角度轰出两分炮 将比数追到4比5 只落后一分 这是翔平本季的第八轰 也让球队燃起了无限生机 只可惜最后天使虽然将制胜分都给挤了上壘 却无法送回本磊得到分数 让Prisley有惊无限的关门成功 中场太空人无比4赢得第三战 让天使连续两个系列赛在主场都吞败 1st and 2nd nobody out after Otani's homer made it 5-4 and Shohei is our Toyota player of the game 中场太空人无法送回本磊 中场太空人无法送回本磊